卓榮泰院长能够为什么针对要提出复议案 能够到立法院来做一个双向的一个沟通 要行政院长卓榮泰讲清楚国会职权修法 哪个部分至爱难行 因为总统赖清德十一号和可行政院复议案 并且在下午五点半送抵立法院 十二号中午程序委员会列案讨论 十四号院会处理 理论上十八号将邀请卓榮泰到立院说明 最晚必须在二十五号处理完毕 也就是说表决大战势必再次登场 只是就在这个时间点却爆出篮尾罗明才 十八号将率队到日本考察三天两夜 他一直要想想把赶快找一想的说 那礼拜五礼拜五宴会排上去 赶快把这个结束掉 白场以上的说明会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 我们国民党永远跟民众站在一起的决心 蓝绿开启全台宣讲PK战 国民党第一场接讲瞄准赖清德本命区台南 十五号将由主席朱立伦率队带领党内战将 深入基层传达理念 民进党则是规划十四号 从花莲出发接连到新北台北 十五号更特别加开台南场跟国民党互别苗头 意味浓厚 而民众党则是抛出电视辩论 不管是透过线上还是线下 持续的跟台湾社会负责任的报告 走上街头诉出民意 青鸟对决蓝鸟 国会改革 未完待续 华世新闻 张正清红旗 张新闻 黄昭盛 张正杰SNG小组特别报道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分析了参与青鸟行动的民众结构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则是爆料指出 这个说法是五月底 民进党高层一场会议中 提到的 不过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 就反抗了 难道许巧新是在监控 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吗 而另外被指控泄露各资的中华电信子公司 四方电讯也澄清没有这个状况 指控就是绿营高层在背后插手 民进党王毅川的监控风波 让蓝蓝队轻鸟行动找到破口 徐晓星更秀出蔡英文过去竞选总统时 曾付钱给中华电信子公司释放电讯 购买相关数据以及舆情监测分析 指控释放电信拿数据资料与政党做生意 要求中华电信针对子公司彻底调查 事实上中华电信是没有存任何的客户资料 在释放电讯 言下之意这就是一个恶意的连连看 释放电信也澄清所谓的舆情分析服务 是透过关键字搜寻网络公开讯息 作为统计分析网络声量的工具 不涉及行动通信系统 没有个资隐私问题 徐晓星指控内容提到民进党五月二十七号的党政主管会议上 包括代理秘书长两位副秘书长新媒体中心主任 以及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都有出席 民进党我们每天有很多很多的会议 但绝对不是像徐委员他所说的这样子 而北检六月十一号下午也以证人身份 约谈王毅川道案厘清案情 减短四十分钟信后请回 逐步追踪要厘清事情原委 而新闻综合报道